撒加利亚书第八章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十分热爱习安 我为习安大发烈怒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返回习安 住在耶路撒冷里面 耶路撒冷必称为信使之城 万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年老的男女必在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他们因为年纪老迈 个人都手拿拐杖 城里的街上必满了男孩女孩 在街上嬉戏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那些日子 这是在这余生的子民眼中 被视为不可能的奇迹 在我眼中也视为不可能吗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从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 拯救我的子民 我要把他们领回来 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也要凭着信使和公义 做他们的神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万君之耶和华的殿 殿立了根基 预备建造的日子 你们这些在当时听过众先知 亲口宣告这些话的人 现在你们的手物要刚强 因为在那些日子以前 人做工是没有工价的 牲畜也是这样 并且因有敌人的缘故 人出入就没有平安 我也使众人互相攻击 但现在我带这些余生的子民 必不像从前的日子那样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五谷必生长繁茂 葡萄树必结果子 地土必出土产 天也必降下甘露 我要使这些余生的子民 承受这一切 有大家和以色列家 你们从前在立国中 成为可咒诅的 将来我要拯救你们 使你们成为赐福的器皿 你们不要惧怕 你们的手雾要刚强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的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 我曾定义降祸在你们身上 并没有改变心意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照样在这些日子里 我定义恩待伊路撒冷和犹大家 你们不要惧怕 你们应当行这些事 你们个人要与灵舍说真话 在你们的城门口 要凭着诚实和公正施行审判 你们个人不要心里图谋恶事 彼此陷害 也不可好奇假释 因为这些都是我所恨恶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四月的进食 五月的进食 七月的进食 和十月的进食 都要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 和欢乐的节旗 所以你们要喜爱 城市与和平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将来还有万族的人 和多个城市的居民要来 一城的居民到另一城去 对他们说 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施恩 求告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自己也去 必有很多的民族 和强大的国家前来 在耶路撒冷 求告万君之耶和华 恳求他施恩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那些日子 必有十个说不同方言 来自列国的人 仅抓住一个 犹大人的衣襟说 让我们与你们同去吧 因为我们听见神 与你们同在